112学年度本县奖助学生助学金或者是交通图书券 自9月1日起到10月16号开始受理申请 这次县政府为了缩短城乡差距 提升全县的教育水准 特别定定本县奖助学生助学金实施办法 本县学生交通图书券补贴实施办法 凡就读于本县的大专院校 在台就读大专院校 或者是在台就读本县高中职未有科系之在学学生 每人每学年度助学金或者是交通图书券补贴新台币1万元整 县政府也表示 自112学年度起增加就读澎湖地区大专院校 以及在台就读本县高中职未有科系资格对象 预计受惠人数多达2000人 申请时间为9月1号到10月16号为止 符合资格者请于期限之内提出申请 申请资格条件 申请人于申请截止日前 涉及于本县连续满三年 或者是累计达五年以上 就读大专院校者 就读本县大专院校 或者是在台就读本县高中职未有科系均得提出申请 但就读空中大学 军景学校 各类进修学分班研究所 未经政府核准立案的学校 以及超过单一学业修业期限者 不予奖励 县政府也请学者们注意 不要错过了申请的时间 记者 陈荣誉报道